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完全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彪白色万金油啦 阿嬷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不和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 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彪在手,全家神队哟 全台各大药局去城市康市每街有贩售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阿嬷叔叔的读读堂诗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读堂诗吧 哎呦,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一首七言绝句 诗的题目叫做金吕依 这首诗的作者很特别哦 是一个女生哦 我们之前读的唐诗的作者像是李白,王维,孟浩然,杜牧等等 这些都是男生 而难得有一首诗的作者是女生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的作者是女生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首诗吧 这整首诗的意思是在说 我劝你啊 别连习华柜的金吕依 还是要好好地珍惜这个少年的时光吧 花儿盛开了 正是应该攀折的时候 就把它折下来吧 别等到花儿凋谢了 才失望地攀折他的树枝啊 题目金吕依 就是一种用金线织成的衣服 所以也就是比喻非常华丽高贵的衣服 那第二句的少年时指的就是少年的时光 小朋友金旅衣跟少年时 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你比较喜欢漂亮高贵的衣服 还是时间呢 哎呦叔叔会选择时间哦 因为啊时间一过去了 就不会再回来咯 时光是无法倒流的 而漂亮的衣服 再买就有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时间 如果没有好好的利用时间 珍惜时间 那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做不成哦 就等于是浪费时间了 譬如说下课回家之后 能够赶快地把功课写完 是不是就还有空 可以做想做的事情 譬如说玩游戏 看看书 哎还有听哎呦叔叔读堂诗 但是啊 如果你拖拖拉拉 没有把事情赶快做完 时间啊就这样被慢慢浪费掉了 一下子就又要去睡觉了 事情都没有做好 那这样你就算有金履衣 漂亮漂亮亮的衣服 那还是不够的啊 劝君莫洗金履衣 劝君洗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 莫带无花 莫带无花 空折直 好 换小朋友跟着 哎呦叔叔读一次哦 金履衣 金履衣 作者 杜秋娘 劝君莫洗金履衣 劝君洗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 莫带无花 空折之 嗯 很棒哦 希望你喜欢这首 有女诗人做的诗 也别忘了 追踪矮游叔叔的脸书 podcast和youtube频道 听更多的故事和堂诗哦 下次再一起跟着矮游叔叔 读读堂诗吧 拜拜